可以先用 快速跟魔術棒,其實你也可以試試看魔術棒 反正這個 好像魔術棒做出來的效果 如果說它差別是說 如果你要再選第二次,記得要先按下什麼 增加模式 不能它預設是新增,所以你如果再按一下,它前面一次的不見了 所以你變成什麼?第一次是用 那個什麼呢?新增,第二次的話就用新增模式 這樣子有沒有,其實選起來好像有沒有比較快 好像魔術棒跟快速選取的差別是 必須要再多按一個新增模式 但是你會發現,它好像比較厲害一點是 連旁邊這個虛虛 它也有多選進來 但是選完之後還是要做什麼?反轉 剛剛同學就漏掉這個步驟了 OK有沒有 然後把它反轉之後呢 它就選裡面了 而且好像 好像更快一點點 因為這幾個都已經選好了 再來的話呢,再針對 細部的部分,你可以用套索 底下這兩個你也可以試試看 那我就用套索工具 還有特別注意,一定要把原來的新增 這個地方一定要改成新增模式 如果你沒改的話,剛剛同學沒改 就直接怎麼樣?把它放大,開始選 選這一塊有沒有 會發現它選完之後會有一個問題 會移動 Ctrl、Auto、Z OK Ctrl、Auto、Z是復原 那你會發現,如果你忘了選,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你選的時候 這幾萬 增加模式 增加模式 它好像不能選 它會變移動 所以這個所有的話,你用增加 才OK 那你不會有一種可能性 你會選太 太出去的 糟糕怎麼辦 沒有關係 有增加就有減少 減少的話,剛好倒過來 剛剛 增加是由內而外 如果減少的是由外而內 所以你可以由外面選進來 繞一圈 看到這邊邊邊有沒有 這樣子 就OK了 所以特別之外,增加或減少 就完成了 那其他當然還有什麼羽化 這個所謂的羽化 不是那個以前我們那羽化成仙 那種羽化 這意思是 實際上是說 如果你希望邊邊 選的邊邊看起來比較柔和的話 又可以用羽化 不過羽化可能那個量多跟少 這個可能你要再去 再去針對 你那個圖的解析度 因為你圖解析度越高 羽化的程度 可以越多一點點 這個我想你們可以自己玩玩看 如果你這些功能都 它消除 鋸齒狀 讓它看起來不要那麼鋸齒 所以請各位 利用這一題 也許請各位 做個練習題吧 比如說我這邊輸入Google一下 大頭照 那 最近它很紅 那如果 把它跟什麼 合成在一起 最近他好像要跟川普 那個見面了 是不是可以他跟川普合成 然後在哪裡呢 在 在什麼呢 在 紐約的那個 自由女神像旁邊嗎 好啦反正 這個部分請各位自行 發揮自己的 創意啦 其他 這一堆啊 OK 什麼都有 或者不一定是大頭照啦 你喜歡 找一個人 怎麼 這還有很多 還有這些 什麼 可愛的照片 反正 無所謂 就找一個 比如說我希望 那跟什麼呢 跟一個鐵塔好了 比如說假設跟鐵塔 或者 自由女神像 假設我今天 把這一張 那你可以 把它另存 下載下來 或者你可以複製 它這張圖 複製之後的話呢 你切到這邊來 你開一個新的圖 這樣開好像比較麻煩 不如我們就是直接 就像剛剛一樣 前往把它 儲存一下 把這一張圖 儲存 它不是儲存 我的那個 雲端 不然就按右鍵 把它另存 圖檔 然後把它存在哪裡呢 存在 也許存在桌面上吧 然後你可以把這張圖 再 開啟 一樣 跟剛剛一樣開啟 就是 直接把這張圖 怎麼樣 直接拖拉到Photoshop 灰色的地方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這張圖 直接就拖拉過來 這樣就開起來了 你可以放大 假設我要跟誰呢 跟 假設 隨便 拿一個 這個我想 請各位 就自己再找一個 那個 範例題 這個範例題 我想 只是說 對對對 這個是另外一個 所謂的合成照的 這個變化題 那我就隨便找一個 假設我就希望把這個合成進來好了 這怎麼這麼多 把它 一樣怎麼樣 另存圖片 然後這邊是金正恩 那一樣的話把這張圖 開起來 放過來 然後呢 再怎麼樣 其實後面會講怎麼修圖啦 眼睛可以放大 鼻子可以說 嘴巴可以說 只是這個還沒講 後面會講到 非常的簡單 這個 裡面會有一個濾鏡 濾鏡裡面的話 它有一個所謂的 異化有沒有 異化這個功能 就是說比如說你今天希望 眼睛放大的話 這邊有個什麼 膨脹工具 那你可以比如說眼睛要放大 我放大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會不會 他有肖像圈 我這樣對他有點殘忍 哈哈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把它縮小的話 他有一個縮小功能 有沒有 收容 嘴巴變小 不夠小 不夠小 算了不要玩了 這樣 OK 我剛剛是利用那個濾鏡裡面的那個什麼 異化 這個後面我們還會用到 只是說這裡面有太多濾鏡 那當然呢 我是建議各位有時間自己玩玩看 我們主要是教各位一些基本功能 再來的話就是選舉他的背後把它放過去 假設沒有一個比較簡單的 你可以用剛剛魔術棒或快速選取 我用魔術棒好了 點他一下 點他一下 你會發現 魔術棒蠻好用的 這邊會漏掉一些 你會發現然後再怎麼樣 把它選取做反轉 反轉完C 有沒有 如果要跟那個剛剛的金字塔 好像兩邊 算了 我只是做一個demo 他就過來 然後你可以Ctrl T 假設你要縮小他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縮小 放哪裡 算了 這蠻失敗的 最好是一個人 OK 那你最後把它打勾 他就過來了 主要是 我們要練習就是 做合成 他好像 那當然這邊你可以把透明度再調一下吧 變一個什麼 一個 重心 算了 就是 我們主要是 請各位自己在 找一下 這個我想自己在變化一下 一個 合成照的練習 這個剛剛的部分 那最後的話 當然剛剛我們把它放過來之後 請各位 再跟完成的TIF檔 兩邊參照一下 盡量呢 大小 可以跟這邊幾乎一模一樣就好了 其實說真的要能夠完全一模一樣 實在太困難了 因為我剛剛已經 調了很久 頂多大概調這樣子 然後呢 再利用移動工具再往上一點點好了 其實真的要調到一模一樣 恐怕調非常久啊 如果調的越接近越好了 反正這個可能看個人的 已經有 有點接近了 那我剛剛主要是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利用什麼 所謂的 任意變形 調整大小大概是88 89 打個勾 再利用移動工具 把它移到哪裡呢 移到 我們的 這個 左下角 的部分 OK就完成了 那 這個部分我們就完成了 第二個階段 所以第一階段的話呢 是 背景 第2階段是吉祥物過來 另外呢 還有兩個東西 什麼呢 字的部分 宋春 新年快樂 那宋春 這張圖 在哪裡呢 基本上 先把它 不要存檔 宋春部分的話 基本上在雲端上有 所以你們可以再到102裡面找到這個 PSD01.PSD 這張圖 那一樣 把它怎麼樣呢 這一張呢 它是PSD檔 直接把它拖拉到這邊來 讓它開起來 這個是宋春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Ctrl加號 放大一下 我希望可以把它 放到這邊來 但是呢 完成了 要像長得像 可是你會發現 它過來不是黑色的嗎 那這邊怎麼有黑 有白 下面是黑 上面是白 對 所以 你也可以先試做看 題目裡面有講說 把這一個變兩個 另外第2個是 把 上面那一個圖層 變成白色的 然後讓它有重疊的效果 再把這兩個圖層 放到 我們 要放的這個位置 就OK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還是 那個剛剛提到的那個 變化題 可以先想想看 找一個人物 當然你要用你自己也OK啦 那盡量 能夠合成的 越 沒有 那個什麼 痕跡 越好 然後背景的話 你找一下 反正這個東西 我想請各位自己發揮自己的巧思 一個變化題 合成照的變化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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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